你们说,咱小的时候是看着父母脸色长大的,咋咱做了父母又得看孩子脸色了,哪说离去呀你说,这不我家小祖宗想吃肉呢?赶紧去了趟市场花了二十块大雅,买了两斤梅花肉给小祖宗做个溜肉断吃,做这道菜最好用肥瘦相见的梅花肉,因为这地方的肉肥而不柴口感非常好,切好后用清水泡上十分钟,泡出肉里的血水,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。 这个时候可以按照视频上的配料提前调个料汁,比例根据自己肉的多少适当的增添就可以了。 把肉泡好后给它挤干水分,加入点盐和胡椒粉,给它抓骨均匀再腌个五分钟,先给肉入个底味,腌好后撒入适量的土豆淀粉,比例嘛根肉一比一就够用了,水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。 正常来说,最后应该再加点食用油,咱自己吃家不家就无所谓了,毕竟油吃多了也不好。 油温烧至六成热,如果不知道怎么判定油的温度,可以像我这样用筷子试一试,放入锅中立马就泛起小气泡就是六成热。 然后均匀地放入肉块,刚放入锅中,先别着急去捣鼓它,等它定型了再慢慢地给它搅散。 炸个三五分钟捞出,把油温再次烧到六七成热,把肉复炸一次,这样炸出来的肉块等做好后才会外酥里嫩。 炸至肉块外表位焦黄后,再把青红椒也倒锅里,再炸个三十秒一起捞出就行了。 锅里留点底油倒入葱蒜末,发辣出香味后倒入调好的料汁,把料汁熬的粘糊滴赶紧倒入肉块,再沿着锅边淋入点明油,给它翻炒均匀就行了。 你们家孩子要是也馋肉了,不妨也这么做给他们吃,别总带着孩子去饭店解馋了。 自己做得干净卫生吃着也放心,你说是不是呀。